马博士是真博士 假博士他格外高兴 可是我也花了蛮多钱 读书要教学费 可是一方面也赚了蛮多钱 教书 可是我对于说什么叫做野鸡大学 这个还是很感兴趣 因为我们说那个大学是野鸡大学 当然不好 可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问题 很多好大学 包括内地的 包括香港的 台湾也有 包括国外的 好大学也有它的野鸡课程 没错 你们看看香港现在八家大学 开了很多叫MA 这是硕士课程 文学硕士 对 基本上他不会问你 以前读过什么 读了怎么样 纯赚钱的 只要你能够缴学费 一年的进去读 而且不用写论文的 你修完这个课 基本上不要太差 不要翘课翘太多 他给你一个硕士学位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名人 很奇怪的 明明好像在不怎么样的学校读一个文凭课程 突然一年后就变成什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硕士 我不敢说那个是野鸡课程 可是我们知道说很多课程 其实内容是非常简单的 包括哈佛 很多人都说自己怎么在哈佛进修 那个我们大家都能去的 哈佛每年暑假 牛津剑桥 哈佛就像暑假的时候 会有一些给外国学生的一些的留学班 谁都能报名 给了钱 主要是干嘛 学英文 然后在当地玩一玩 闹一闹 没什么的 那是很舒服的 而且他就 你住在学生宿舍 那个宿舍就暑假呢 赚你这点钱呢 来做宿舍维修费用 那所以我发现很多名人说什么 在哈佛短期进修 我问他你几月去 你什么时候去 一问就知道 还有文道说到这个 我要讲一个说很多名人啊 不仅是写说去哈佛进修 还去哈佛演讲 不得了啊 去哈佛演讲 牛津演讲 获邀到剑桥演讲 原来是什么 可能是牛津大学 一个中国学生会 然后有个礼拜六 请他去跟同学聚聚会 分享了15分钟的 我的做事 企业主管的心得 然后他就写在 写在履历表上 比如说剑桥大学 什么香港同学会 那么说我们圣诞派对 请你来上台 给我们唱首歌 我就豁邀到这个剑桥大学 这个真是 我现在发现 中国人怎么没什么起色 跟围城里写的 陈忠书不就写 当时的大学教授吗 比如说回国就开始吹了 是吧 我跟这个爱因斯坦 跟罗素 承蒙他们看得起 问过我几 请教过我几个问题 天知道他们是不是问你 咖啡里要不要加点糖 是吧 而且咱们最近 还有人拿围城来聊吗 就说这个克莱登大学吗 说方舟子 到底是什么动机 要这个整 这个也不是叫整吧 要弄这个唐骏 他们说现在找到了根据 说当年呢 方鸿健 就是被唐小芳 刷了一把 现在方家人报仇的机会 给唐家人 有意思 这是瞎说 不过你们刚才讲的访问学者 我想起啊 这个另一个 就是汪辉先生 汪辉老师 他好像也是到哈佛 做还是美国 他去过很多 他去过很多地方 就是当时 他那是正正经经的 那不是刚才我们说的 对 但是他的论文是不是正经的 是个问题 当时啊 他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 然后国内啊 闹成一锅粥 他就没有回应 老实讲 汪辉涉嫌抄袭的这个事情 几个月前就有人发那个email 给我全部的材料 我当时以我这种宝经 这个人情历练的这个后黑之眼 我都没细看 我觉得是你们知识分子 臭老酒 窝里斗 对吧 不了解 但是现在看起来 那个大报纸都登了 什么国内六十三个学者都开始说 这个问题要弄清楚 要重整什么学生 那边还有国际大牌学者 国际大牌学者出来一帮联名信 好像又是挺汪的 挺汪辉的 所以这个事啊 我原本以为是学术界的这个事情 怎么现在人人都聊呢 他挺复杂的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闹那么大 因为来自于汪辉实在是太有名了 他是我们的一方学界领袖 在国际上面 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 尤其比如说像这回签名支持他的左派学者 他们很多人甚至形容过 汪辉是中国最了不起的异见分子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 那么觉得他是敢于在中国体制内发出不同声音的一个人 那所以他的地位太宠告了 那结果呢这样一来呢 就而且中国向来学界就有很多的派别之争 那么完全搞混进去 加上这几年我们对学术界讲 有没有抄袭啊弄假这些事混成一堆来谈 但这个事在我来看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把事实跟非事实的 或者包括对事实的诠释的部分分开 什么叫事实呢 就是现在他被指控抄袭的那些段落 不只是最早年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 还有后来也被其他网友之间发了他后来的著作 我仔细去对了一下 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些部分 他用今天最严格的国际通信的学术标准来讲 他的注释的确不清楚 他的确有些该下注的地方 引用的地方 他没有下注 没有加引号 但是我也觉得很多指控他的人了 也夸大了 就是人家明明有做注的 他就说人家没做注 所以从一开始指控他的 就已经也有点问题 这不是说王辉自己没问题 怎么讲那里面都是有这些问题 那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之后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怎么去理解他会有这些问题 你既然说起这个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博士论文 所以说我就说这些案例都很好 也触动了我们对吧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申报一下 我二十年前的这个学士 学士造假 不是造假的 你五大不是野鸡大学 他根本没读过五大 我才学位 今天跟大家承认一下 我当时这个学士论文 是学士论文啊 当然也是抄 就是说 而且我抄的这个情节 恶劣到一个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呢 就特别要向我们的那个 当年学校图书馆 这个抱歉啊 就是啊 我连抄都懒得抄了 我在那个图书馆啊 看见一本那个学术杂志 看见一篇论文 可以用来抄 我直接拿个小刮脸刀片 词儿把那一件 你这么拿去教啊 我不是 把歌下来带回宿舍 要不然那个时候也没复印机啊 我怎么能在图书馆一个字 一个字这么抄呢 带回去抄 还犯了一个破坏学校杂志这个罪 太恶劣了 令人发指啊 其实是 但是我用我的例子来讲啊 那个时候风气 没错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说大学毕业 教个论文 这就大家人情世故吗 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大学 你不给你一个学士 在当时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对吗 而且说实在的文科 这种文史哲 都是一些什么呢 对吧 那么的同学们 大家心里都清楚 老师们也都清楚 但是当然我承认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 咱们逐渐走上正轨 但是我觉得即便在当年 我跟汪老师 那层次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那个玩意儿 也不准备拿出来的吧 对吧 就是我混事的 但是汪老师听说 他的这个反抗绝望 是真的是个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是 以至于做完博士论文答辩 他就出了书了 对 可是那个抄 你说就算是当时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到底是材料部分抄 还是观点部分抄 不一样的 因为他的那个成名 他的贡献 有时候不在于说 他发掘了什么新的材料 那个部分可能是借用来 没有下注解 可是重要的是提出一个观点 把人家的材料拿来之后 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那个看法可能不是抄的 而且这种事情 像文涛这种事情 可以延伸出来说 你的老师也有责任 他当老师怎么会不知道 看不出来 要大学生的东西上 没错 我跟你说 他学看不出来 这都我们有技巧的 我挑的那个 都是估计八辈子 都不会有人注意到的 非常偏门的 一个比如说是 西南劳山大学的 某个学报一下 老山大学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那就学生变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